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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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第二階段 西遊祭時的內涵 就是說大師當時候他要去取經 確實從時代電影來說 人們非常的剛搶藍化 所以就會變成說 大家對於解經解義 你如果是說沒有身為菩薩來領導的時候 大家就各自一說 那時候苦於那時候沒有一個根本論 就是與且失地論 所以大家就會眾說分圓 造成這個義學沒有辦法往前推展 不是沒有人討論 是討論的人太多 這樣 所以要等到有人出來 然後把這些事情說個清楚 就是說你說的這個道理是在哪一個位置上 你說的這個道理又是在哪一個位置上 不是說佛法沒有正正乳 不是說佛法沒有正乳來障 不是說佛法沒有正阿拉利士 不是佛法說沒有正的無垢士 不是佛法說沒有正的阿摩羅士 可是他是同一個心體 那你要看什麼情況下去說他 哪一個呢 法位上去說他 所以他叫法柱法位 所以經典上呢 是要能夠貫通起來 這就是一定要通達經典的人 所以稱為這樣通達經典的人 叫聖位菩薩 這樣 然後呢 包括說呢 如乃歷經 三大人其節成火 不可能有人就直接放棄說 如乃你不要這麼辛苦啦 反正這一萬年就隨便啦 看有人要學就學 學不學就拉倒嘛 甚至呢 沒有辦法受學啊 可是如乃悲心是一樣的 夢法是一萬年就是一萬年 三大人其節好不容易有了一萬多年 就連同呢 正乳、相乳 那夢法當然有人來復辭啊 所以呢 不是所有的人 就是呢 以淨土為依歸就離開了 總是有人會留下來 所以 那也應該是如此 因為如乃也這樣祖父 也這樣來勸勉大眾 所以呢 我們從這樣來看 這取經的意義就很重要了 你呢 取經意義不是為了你這一個時代 甚至為了末海一萬年 然後能夠有依歸 那學校大師當然會繼續留下來啦 而且這還是如來所嘱咐的 而且在這修行過程中 你要透過文師修慢慢來 但是呢 大聖之所聖 不是文師修可以觸及的 我這樣說當然就這樣 因為他超過文師修 所以才說 你透過文字理解或等等 你還是要有一些呢 方便 所以有殘門的方便 來處理 好 而且你必須要呢 能夠呢 盡得諸師所解 不會有一位呢 你忘記講道 然後後來講學的時候 你看你留一個爭議沒有處理好 那就要重新再來 再來解決這個爭議 可是那時候印度已經 佛法已經差不多滅亡了 被彈吹的一個方式呢 轉變了 所以 也方法開始不斷分中立派 甚至呢 還有人想要把 學彥大師那一派把分出來 但實際上呢 學彥大師和他的弟子 包括虧姬 還虧姬以後的會早 實際上都沒有人這樣說 大家都認為 就是 佛法是一整體的 那呢 總而言之 有的這根本論 一切是議論 就能夠把這事情可以搞定 這樣 那學彥大師所取心的這個角度 和其他的大師 在他們取心不同 就是在於說 他們呢 是呢 為了自己想要知道什麼 或傾向什麼 他們的格局呢 沒有像大師這麼大 大師自己民心呢 見性就已經沒問題了 那你呢 頂多再回復聖位 那就算了啊 你不需要拼老命 一定要回中國翻譯出來 所有的經論吧 但是大師沒有 從一開始 走出長安城 就沒有這樣想 他不是為了自己 因為如果是為了自己正量 他根本就不用來 只有維繫在原來的地方 不用來人間 因為你投胎就有這樣 視線胎妹的事情 總而言之 在這種情況下呢 格局不同就會造成說 你在每個地方的角度就不同 你要像呢 例子上要像 學彥大師這樣去巡迴每個地方 去都去當學生 然後把他老師所知道的 全部都知道 然後甚至可以對揚談論 這是學彥大師自己說的 在專家裡說的 就是說 最後是坐下來兩位一起講 你講什麼我跟你講 這樣 那 那大家知道 誰會講贏嘛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經論做你的這個基礎 你還是沒有 而且呢 大師也不是那麼樣想講贏誰啊 實際上是幫助 幫助呢 這些教授他過 教授過他的老師 讓他們知道真正義理是什麼 對 而且呢 你要透過講學 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這樣 所以呢 大師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每次翻譯完了經論以後 就開始 就呢 試驗大門打開 就是歡迎大家來聽 類似這樣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進來聽 然後呢 在這聽的過程 實際上就會產生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會去怎樣 詢問 啊 請問 大師 您對於那個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那有這個因緣就剛好可以解釋 把這個解釋完以後呢 就可以理解 大家說 哦原來這個道理是這樣 而且大師的解釋能力有多強 我們舉一個例子 在議場裡面呢 一般時候 有一百多位弟子 這一百多位弟子 都是泛泛之輩 實際上經過大師教導 實際上有人已經迷信了 可是那時候不能講 我們所知道的實際上是因為 日本生人 一個留學生人來到中國 他叫做四道昭 然後他呢也不能在中國講 他是回去以後 那慢慢講 然後在日本留下來的書裡面 才提到大師讓他開悟 因為大師說無有禪中 所以我們要說接下來說 那呢 這一百多位的弟子 總是很多疑惑啊 因為活法傳過來有新意和舊意不同啊 然後呢 就算是新意 那要了解這義理 你單聽一次講解也不太夠啊 另外每一次看的時候有不同樣的見解 一百多人都會排隊 大家想要知道到底這義理是什麼 所以 是呢 將那個呢 整個廳房啊 都排得滿滿的 因為一百多人排是很壯觀的 大家都有問題 然後大師呢 一晚 可以全部解釋完畢 沒有問題 因為那時候是在黃昏的時候 人家走了 還沒開患 這樣一百多人還是可以呢 聽起來就是在開患前 全部都解決 這個智慧呢 之高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以後大家你想看 你一個人 那排十個人在你面前 把你都解決 我看是我們會被解決 這樣 最後只要投降 而且這也是在呢 這個異常的常態 就無論提出什麼問題 都可以迅速得到解釋 所以迅速呢 能夠把它疑惑消除 所以你就知道大師呢 確實是當時候這樣是 難以思議的正量者 這個就是呢 透過講學 然後請問 將中國呢 佛化的水平呢 徹底的拉高 然後呢 爭議弟子的智慧 而且呢 根據學樣大師這樣來看 他應該是很希望 弟子們都能夠像他這種心智 可以繼續留下來 這樣 所以雖然呢 後來呢 有世道遭遇到呢 一位呢 天人 來說 這個學樣大師他就上去了 可是他的解釋是不太清楚的 因為他只能夠看到 學樣大師九世 就九輩子 另外他也不知道呢 學樣大師一定是 世尊的弟子 要來扶持這個法 所以他解釋就會怪怪的 要知道說 大師那時候在印度的時候 他呢有一次遇到一個水悔之爛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呢 他沒有忘記他取經的初衷 他呢就是要把這經典帶回去 但現在要死怎麼辦 他想我死了以後去上面聽話 然後呢 繼續呢 回來 回來 因為取經沒有完成嘛 繼續回來再把這個法 講給大家聽 這樣 那當然繼續在取經 所以他取經 如果一輩子沒有完成 就是第二輩子 如果第二輩子沒有完成 就是第三輩子 只要有經典在 他就會有這種心智 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是跟以前的 取經是不一樣的 因為心智上的不同 格局上的不同 他是要將中國禪宗的法 可以廣傳 這樣支撐起來的 所以這樣情況下 他當然 所成就的這個呢 偉大的攻擊是不同的 好 那呢 也因此呢 從呢 佛道的歷程來看 你呢 實際上是沒有宗派可以分的 因為你從一開始知道 如來的本懷 你想要受菩薩戒 然後 這你就不能說他叫做 律宗 難道你不受 不是律宗 你不受菩薩戒嗎 那你知道就很奇怪了 你不受菩薩戒的話 你就不是菩薩啦 從佛法來說就這樣啊 這樣 那你呢 過去生 也一定受過菩薩戒 然後受過菩薩戒就代表說 一受有受 就是在這歷程上一直持守 這個呢 菩薩戒是為了要幫忙 大家往前走的 還有包括說 你要繼續去聽聞這個法 那有這麼多的經論 你也不能夠只取一部《法法經》 或取一部什麼經 然後或是取一部《法法經》 你就自己成立一個宗 取一部《法延經》 《法延經》 你就取一部叫《法延經》 這樣的話就變成呢 你在割裂如來的 一整體佛教的經典 不能一部經一個宗 那呢 再從呢 禪宗來以後 禪宗呢 一直走到呢 陸地前 可以一直走 如果你要是有《法延經》的這種體會的話 那如果沒有經典的體會 實際上你很難 禪宗呢 它很難呢 一定要靠過去的修正 所以禪宗也要是依於經典 甚至達摩祖師也說得很清楚 我看呢 中國和地也只有這部經典 所以可以我直接拿來印證 也就是說呢 我用其他的印證呢 你們可能 那時候他當然說 你們可能會有其他想法 但我這個想很清楚 就是這個心體 你不要講別的 這樣 這樣就沒有問題 就是魯來藏第八阿拉耶士心體 就是呢 你要正的這個心 這個也是呢 玄奘大師在呢 陳維世論說的 就是你要路見到 有個條件 就成就有個條件 路見到的是什麼 就是要正解阿拉耶士這個心體 你要清正 你要聖結 你不能說 我找到他了 可是反正我也搞不清楚 這什麼 那這樣就不清楚 你說的是什麼 然後 在這樣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說呢 一直這樣一直走 你呢 波羅要學 維世也要學 一切都要學 所以佛法是一整體的 因此呢 在中國去做分中別派 那這是 對於佛法的一整體事實是不清楚的 所以 不應當做這樣的事情 再從呢 未來我們來看這個佛法的展望來說 好了 就是說 現在有正覺教育基金會 正覺同修會的努力 可以使得呢 以往斷層的這個佛法來延續了 這確實是一個斷層 這個斷層的話呢 當然有一些因素 對 對佛法不認識 然後產生的男女雙修法 這樣 但如果可以讓佛法呢 大家公平來呢 辯證 就沒有大問題 然後資料越多越開明 你就會把呢 這個呢 誰是藏無納構者 誰是呢 破壞佛法 清淨的這個呢 清淨戒律等等 的找出來 所以呢 實際上佛法也慢慢會沒有問題 因為呢 佛法的根源本來就是一個清淨法 所以呢 既然有制定一個出家再加法 所以呢 出家人不應該貪圖再加法 你就是要有一個呢 要守自己的 要呢 呃 不能夠做 就是不能夠做男女雙修等等 這樣 那這地方一直往前走的話呢 只要政治 可以說不必要開明 只要容許呢 佛法上呢 可以做一些辯證 就可以使得大家可以往前 像唐朝之後 不是馬上就宋朝 唐朝衰亡以後 就進入五代 五代十國 然後再來宋朝 宋朝還分北宋南宋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 不管你的政治力的勢力是怎麼樣 你只要呢 讓宗教呢 達到一個可以呢 互相一個呢 傳播不管是怎麼樣都可以讓呢 禪宗的這個禪法 可以推鴻於呢 中國 中國的現象就是這樣 後來元明清的這個情勢 是大家比較清楚的 就是呢 皇朝他們呢 信受喇嘛 然後籠絡喇嘛 那呢 未來呢 當然他們也會呢 這些呢 喇嘛也會做一些調整 看起來趨勢已經是這樣 你呢 當你的一些底細或者什麼 被呢 世界上的人掀開以後 你不調整 你可能自己沒有辦法生存 你自己要救 救存屠王的時候 屠王嗎 救王屠存 算了 好 反正他活了下去啊 活了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想辦法 所以呢 這時候並不是說 阻擋誰說誰 其實即使說外面有人 來評論呢 症訣 怎樣怎樣 不管是教育基因或是什麼 這還是一個可以受公平的 那大家可以呢 來這個透過呢 這個辯證 到底誰是對的 誰不是對的 這樣可以慢慢 當然不會那麼快 但是呢 就慢慢會出現 從這樣的來看 這時代也是怎樣 他已經呢 矗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對呢 這個佛法來說 他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成功點 因為呢 從佛法的顯揚開始 就沒有說是一個 局處一個罪爾小島 這樣來說佛法的格局 佛法是要傳播到世界各地 所以我們展望未來 這個呢 佛法的這樣的法義的流行 主要是辯證 讓這個辯證呢 你可以說大家辯證語氣好一點 這沒有問題啊 大家看我的所有辯證語氣都很好嘛 對不對 但我也不太記住 然後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會讓這事情往好的方向一直推動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嘛 那如果我講錯了就道歉 就這樣 所以呢 那換誰講錯就道歉 這樣就沒事嘛 那應該歸向於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生命就要一直往前走 而不是呢 一直呢 要限制自己說 我以前的祖先啊 我的祖宗啊 他們呢 他們擁有那個 終關鍵就是這樣啊 一定不能改啊 沒有說 一定要你改 是要你分別出來 到底是不是真正佛法 是不是你應該以他為呢 未來常見一所歸一處 那應該從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相信呢 透過 透過須與多的努力 而且目前實際上已經達成了 只要一位聖師 他是身為菩薩 這樣聖師再來 他呢 可以自參自物 然後再發幾十年的努力 尤其呢 我們現在有完整的經典 由於玄浪大師的貢獻 取經回來這種的成果 所以不論佛法發生多少次的斷層 只要呢 有聖恩菩薩再來 他就可以依於這些經論的基礎 很快的回復他的正量 然後他又可以帶領大家 繼續呢 教導大家 然後來清正這個實相法 因為沒有人會搞錯 搞錯的是古時候的人 是一千多年前的人 現代人不需要搞錯 因為我們等於呢 劉宇懸浪大師 給我們這個高度 所以呢 我們一下子就可以直接站在台上 不用再很辛苦 再呢 世間上呢 這樣的流離輪轉 還搞不清楚什麼樣是法 那當然啊 免不了會有人提出很多質疑 這個不是不好 因為呢 總是有呢 很智慧高明 然後清正實相的人 然後地址學人 然後可以來為呢 正法出點力量 把這事情講清楚 所以我們相信 接下來的日子 就是呢 三百年間呢 佛法呢 會繼續透過翻譯 異學的推展 然後呢 會呢 加速整個世界的驅動 然後會有呢 會有呢 其他地方的人 也要來想要修學 大聖異學 就是異佛聖異學 然後其他人 你會慢慢覺得說 所傳播的這個法 是很好的 不是呢 以呢 這個西方文明所說的種種 來作為呢 整個心意上的儀歸 實際上我們包括說 我們看到一些現象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未來趨勢 而是所有人如此 都還是呢 劉宇呢 有玄像大師的緣故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這個經論的完整底下 就沒有憂患 不然呢 那時候如果沒有玄像大師出世於人間 後來印度佛法很快的毀滅了 所以也沒有辦法傳譯出精確的經論的時候 那這樣佛法就勘慮了 所以我們從這樣來省思 就可以知道說大師真的是大師 好 我今天就向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的演講呢 就是太驚險了 我們郭老師呢 於磨擾得自在 然後沒有PPT 一樣精彩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不用怕 因為郭老師剛剛有說到 只要有聖位菩薩在 有正確的經論在 我們都可以站在台上 一步一步往上走 不用辛苦的流轉 好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郭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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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感谢观看